下面法上应是何况非法 非法就是指那些无为法 出世法 解脱法 究竟法 就是你认为最究竟的那个佛法 就叫非法 包括法身 佛心 这些都是无为法 这些都是非法 非法才带着空法 法是诸佛所说的三宝四地因果报应 这些法 这些法都是有形有相有因有果的东西 尚且都要舍弃 你看佛说的三宝四地因果报应 这些都是有形有相有因有果的东西 尚且都要舍弃 可况是非法 非法就是无形无相 非因非果 空无所有的东西 又怎么可能不是 在这呢 众生眼前所执着的法 尚且都要舍弃 何况你的非法 你的不生不灭 非无的非法 看不见摸不着的法 怎么能够执着 在这说法是根本 是非法 尚且都要舍弃 何况我人众生受惹 你怎么可以执着 法就是代表世间法 非法就是代表初世法 就这意思 不要有其他解释 那都是文不对题那么解释 下面再段第三种疑惑 无相云和得说已 虚不提 云云和 如来得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如来有所说法 上面说 不可以身相见如来 现在又说法上应是何况非法 有人怀疑 既然不可以身相见如来 那么佛就不是有为法 因为佛的身体不是如来 这个佛肯定不是有为法 因为有为法必然要有身体形象 现在既然没有身相 那就不是有为 那你既然不是有为法 你就不应该得到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你也不应该现身说法 如果说如来已经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而且现在又在现身说法 教法众生 那这就是有为法了 你就不能说佛神无相 什么法都应该舍掉 现在破这种间接 这还是众生都在执着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既然执着菩提 如来就破菩提 所以佛问虚不提 你以为如何 如来在菩提树下 师父真的得到了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如来四十九年说法 师父真的有法可说 虚不提言 如我解佛所说意 无有定法 明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无有定法就是没有一个决定实有的佛法 并不是还有一个随缘不定的佛法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翻译为无上正等正觉 为什么这么翻呢 因为凡夫都是不觉 凡夫没有一个觉悟的 当然人家也有觉悟 但是不管怎么觉悟都离不开我之法之 因此不能叫觉悟 外道属于邪觉 因为外道都觉悟了一个不可言说的道 不可思议的上帝 能造万物的自在天 或者事情反复我等等 这都属于邪觉 神文元觉是偏觉 偏到一边去了 他住到偏空涅槃去了 菩萨虽然是正觉 他虽然教得非常正觉 但是呢 还有佛在他上面 现在呢 我们只是针对凡夫外道的不觉和邪觉 所以我们才叫正觉 针对神文元觉的偏觉 所以才叫正等正觉 针对菩萨有上的正觉 因为菩萨上面还有佛嘛 因此称之为无上正等正觉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这只是针对偏邪才立的一个正觉 如果没有偏邪 哪里还有正觉 所以说本来就没有决定实有的东西 叫做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本来就没有所有的菩提啊 因为你决定实有的东西 你必须是本来就有 这是你的一个特性 你只要说这个东西是决定实有 那么你必须得本来就有 你就不能说是因缘胜的 如果你本来就有菩提的话 那就不需要因为烦恼而有菩提了 如果你说真的实有菩提 那就应该本来就有 就不需要因为烦恼而有菩提 但是呢 你不因为烦恼 怎么会有菩提呢 你想 因为只有断出烦恼 才能证到菩提啊 现在我们都知道 生死烦恼一切皆空啊 根本就没有烦恼可断 你又有什么菩提可证 所以你不能本来就有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不能本来就有啊 菩提的名字很多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法身 叫涅槃 叫佛性 叫真如等等等 叫如来藏都可以 总之是那个最高的佛果 就叫菩提 所以你不能本来就有菩提 假如你本来就有 你就成了无因而有了 你看本来就有一个菩提 菩提不熟悉了 本来就有一个佛性吧 你就成了无因而有了 你无缘无故就有这个东西 这就是无因之果 什么叫无因之果呢 就是你还没有这个苹果树呢 你就结了一个苹果出来 这就是无因之果 这个佛性呢 本来是众生修正的一个最高的果位 你必须得先有众生才可以有佛性嘛 你成了佛之物才能种到这个佛性 现在倒好 你根本就没有众生 你就突然冒出一个佛性来 这就等于你还没有一个树呢 你突然结了一个苹果出来 这就是一个无因之果 这个说白了道理都很简单 这种道理啊 小孩都不会相信啊 你说没有树竟然还有苹果 他会相信吗 他不会相信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呢 就说我们学佛学的智商啊 连小孩都不如了已经 我们弄竟然还相信一个无因之果 他天天在研究这个无因之果 这就是学佛的结果呀 你无因有果就会违背因果 因果是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你只要弄个无因之果 就会违背因果 你违背因果 你也就破坏佛法了 因为佛法就是因果嘛 佛法说来说去都离不开因果 你说哪个东西不是因果 处处都是因果 如果你无因有果的话 你就会把因果规律给破坏了 你破坏因果 你也就破坏佛法 你破坏了佛法 其实连你自己都破了 因为你说的就是佛法了 你像你这种见解 更不能称之为菩提了 总之你不能本来就有菩提 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本来就有 只有那些上帝才可以本来就有 那你这佛法为什么能本来就有呢 只有那些道家的道才会本来就有啊 先天大道嘛 就是没有天地之前就有一个道 这个道不管有佛无佛 性相常处 那么你这么整的话 你和佛法经外道没有区别了 你说有佛无佛性相常处啊 你这个真理啊 就跟道教的先天大道 没有两样的酒 你也就学成外道啊 就算你不是外道 但是你的见解跟外道 没有两样的 那你何必还要学佛 你直接学道教不就可以了吗 你学着佛法干什么 没有两样啊 所以不能本来就有菩提 那么现在虽然有一个正正正决 那也是为了破邪才要立一个正决 如果破了邪也就不需要正了 这就属于邪正相败啊 空无自信 这是因为邪才有正 因为正才有邪嘛 邪正都是互为因果 你既然是互为因果 你就是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也就没有邪正 没有邪正也就没有一法可得 你说哪里还有定法 哪里还有一个决定 谁有的东西 叫做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都没有 所谓的无上正等正决 就是让你觉悟 觉悟什么 就是觉悟一切法 都是毕竟不可得 你得这么觉悟 不但事法佛法不可得 就是连这个无上正等正决 也是毕竟不可得 只有这么觉悟 才叫无上正等正决 如果你最终觉悟出了一个正等正决 觉悟出了一个佛法真理 那像这种觉悟 就不需要你来觉悟了 因为这种觉悟 人人都有各个不无 外道都是这种觉悟 还用得着你来觉悟吗 哪个外道不觉悟出一个真理来 哪个外道不觉悟出一个无法严重的大道来 还用得着你佛法来觉悟啊 用不着了觉悟 就像你这种觉悟 外道都有啊 你怎么能叫无上正等正决呢 你起码就不能叫无上的 你就跟外道平等了 外道也是说有一个不可言说的道 道可道非常道嘛 是不是 你这要说出来的道 就不是那个恒常不便的大道 因为道是不可说的 你怎么能说呢 现在我们也 也觉悟出一个不可言说的佛法 那你跟外道有什么区别 你就不能叫无上正等正决了 那么现在退一步说 那么就算事先有一个无上正等正决 但是这个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众生 谁去成就这个无上正等正决呢 你想 本来就有 没有天地万物之前 本来就有一个无上正等正决 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众生 谁去成就这个正决 你说佛性本来就有 佛性本有 既然本来就有佛性 那么这个时候既然没有众生 谁去修正了佛性呢 这个佛性 到底是谁的佛性 你根本连个人都没有 你就和事前有一个佛性 这到底是谁的佛性啊 你这个佛性啊 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就成了无根之草了 就成了一个无因之果 但是无因之果根本就不可得 没有这回事啊 因此所谓的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它只是一种假名师舍 只是佛力的一个方便 如果真正追究起来 决定不可得 既然是不可得 你怎么让人去说呢 所以说 无有定法明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也没有一个决定 实有的无上正等正觉 如来可说 没有的东西你让它怎么说 它就算说了 也只是方便说一说 究竟来说 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你怎么让人去说 因为无因之果 世间根本就不可得 没有这回事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佛性法身 都是一种方便 你不要当真 一当真就错 你说你只说一个无因之果 你能叫开悟吗 你能叫觉悟吗 你还想成佛 你连个无因之果都看不过 你还想成佛 你做梦还差不多 学佛就得看到这一点 不要光学那些好听话 漂亮话 没有用 有人就问了 那既然是一切法碰 既然一切法都不可得 那你就不应该说了吗 因为没有的东西 你何必还要说呢 那现在你既然说了 那就不能没有 你既然说了 肯定有个东西 你才能说吧 所以你既然说了 就不能没有 如果没有 你就不应该去说 如果真的没有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佛为什么还要说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这个都是佛说的呀 佛从来不打妄语呀 现在回答 尽管一切法都是不可得 一切法都是不可说 但是你也不能 什么也不说呀 如果你什么都不说 众生怎么领悟佛法呢 你想 所以说尽管一切法都不可说 但是你为了众生 还是得说 现在只是为了引导众生 才要说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等到众生啊 因为你这个言说 领悟佛法之后啊 他就会发现了 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 了不可得 因为本来就没有人我嘛 何况还有佛法 佛法是谁的佛法 现在连个众生都是空的 哪里还有佛法 你只有这么觉悟 才称得上是无上正等正觉 并不是另外还有一个正等正觉 那才叫正等正觉 如果你另外还有一个正觉 那就称得外道的见解了 你怎么能叫无上正等正觉 外道都是那种见解 都要觉悟一个真理 都要觉悟一个大道 你像这种觉悟啊 人人都有啊 何必还要佛来觉悟呢 那就没有必要佛来觉悟了 正是因为我们觉悟到一切法空 乃至连这个无上正等正觉 也是空的 连这个所谓的先天大道 宇宙真理 包括那个凡天上帝 不可思议 离言真实 法身佛性等等等等吧 同样也是必尽不可得 你只有这么觉悟 你才会区别于那些外道邪魔 你才可以叫做正等正觉 你得正等觉悟 就一个余路真理出来 就一个上帝出来 就一个凡天出来 就一个不可思议的真理 离开言说的真实 我们呢就跟着外道一样 就出一个法身佛性等等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叫正觉了 那就跟外道差不多了 你这里面尚且没有我 何况还有法呢 这都是很最基本的道理 我空法空嘛 现在我们推求如来都不可得 何况如来所正的无上正等正觉 又怎么可得 就连如来都是空的 何况他所正的无上正觉呢 没有决定实有的东西 叫做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更没有什么决定 真实不虚的佛法 可以让如来去说 那么既然没有佛法 那么如来为什么还要说这个佛法呢 现在就算如来说法 但是如来说来说去 还是为了说明一切法空啊 还是为了破除我们的一切执着 包括对佛法的执着 为什么 因为佛法是释法之上的佛法 你有释法才会有佛法嘛 现在既然没有释法 怎么会有佛法 我们都知道世间的一切 都是苦共济灭 既然没有释法 怎么会有佛法 既然没有凡夫 怎么会有圣人 凡夫都是空的嘛 后面不是说了吗 所谓凡夫极非凡夫嘛 凡夫就是空的 既然没有凡夫 怎么会有圣人 难道圣人不是凡夫做的 是天上掉下来的 如果你只空释法 不空佛法 你只空凡夫 不空圣人 你总是有个佛法不空 有个真理不灭 你无论如何都要有个自性佛性 或者有个假名假用 那就不能叫一切法空了 那更不能叫毕竟空 而是说你根本连我空 法空都算不上了 你这就见解 如果你再把这些见解 当成是所谓的佛法 那就跟夏文说的一样了 若为如来有所说法 极为傍佛 因为你把佛法理解成了外道见解 说成了断车而进 你不是诽谤佛法 这一段结束 这讲得太快了 照这速度明天就解 晚上就讲完了 该讨论还讨论一下 刚才不是破了吗 这有没有学道的 没有吧 上次一个道士 说到这里 给我吵起来了 都不敢得罪了 不敢随便讲话了 现在 上海来的一个正义派的道士 按理说不应该跟人家吵架 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 就是在这个香山寺吵的嘛 我说道可道非常道 我没有想什么嘛 道可道非常道 就是那个道是不可说的 你说出来都不是那恒常不变的大道 现在我们佛教也是这种观点 道是不可说的 你说出来都是话 怎么会是道呢 你要是这么认为 那么你跟道教就没有两样的 那就不叫佛法了 佛法必须要区别于外道法 那才叫佛法 你说那个不可言说的道 首先就是一种常见 然后就是一个无垠之国 再其次那就会落在二边 讲到那里再说吧 明也就是道嘛 道也就是明嘛 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个东西嘛 都是不可说的 不可明的 不可称呼的 说出来的都不对嘛 这个道必须是亲自去体证 道是限量经济 必须要亲证啊 你这么一说给人的感觉 这个道就是不可说的 离开言说思议 还有一个不可言说思议的道 这纯粹就成了道教的道了 又不是佛教的道 佛教的道啊 就是言说就是道 哎 言说就是道啊 维摩经说得很清楚 维摩经那个天律 何时舍利佛那一段 说的就是这个 天律问神子 你为什么不吭声啊 神子说了 大道无法言说 你让我怎么吭声呢 所以说我不吭声 天律接着就呵斥了 他说你只知道道是不可说的 但是你并不知道 言说本身就是道 哎 这才是佛教的道 你说那大道不可言说 你言外之议就是离开言说 还有一个不可言说的道 那就是外道的道 你得搞清楚了 这点搞不清楚 你佛法必然要学生外道 这说得很清楚吗 佛教的道就是眼前的一切法 本身就是道 其他的道就是离开眼前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道 包括佛教内部也是一样 都是这种见解 为什么是这种见解呢 因为你没有学金刚波日 你没有学波日法 必然要落在那上面 因为大家的智商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学我 你学其他的 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 如果你没有一点波日的见解 你很难区别外道 不是说你不聪明 但是外道比你更聪明 你放心 所以说你学了这些东西 你以后再也不会执着这些见解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有问题了 你还会执着吗 你再执着 那就恭喜你了 因为你对佛法已经坚定不移了 谁说你也不会退转了 所以说我们要赞开你 恭喜你 搞不清了 咱没有这么分析过 刚开始都是略说嘛 略说波日 后面是详细解释波日 这是破这疑惑 破一段一段的 上下文基本没什么太大关系 都是一段一段 刚才破的是身相的疑惑 现在破的是菩提的疑惑 多少阴路有点关系 关系不大 主要是破 金刚精嘛 就像金刚宝剑一样 乌坚不破呀 就是乌坚不摧 乌邪不破 你得有这个作用 那才叫金刚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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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是英国的 轮回其实就是英国 这个英国其实很好破 几句话就能给你破掉 就是破你对英国现象的执着 破你对英国现象的错误认识 破这个 不是说把这个现象给你消灭掉 不是这个 也不是把你的人给废掉 都不是 就是破我们对英国现象的理解 因为我们对英国的理解完全都是错误 你说英国实有 这是一种邪见 但是你说英国没有 这同样是一种邪见 破这些 如果你一定要执着英国 那现在就问你到底是现有因还是现有果 你自己说吧 你肯定说现有因了 对不对 但是事实并不可能 打个比喻 鸡是因但是果 你说现有鸡还是现有蛋白 这就是因果 这不是开玩笑 鸡跟蛋就是因果关系 你说先有因还是现有果 鸡是因但是果 你说 你说先有因 先有鸡不可能吧 没有蛋拿来的鸡 反过来你说先有蛋也不可能 没有鸡拿来的蛋 你既然不能先有因 你怎么因为因而有果 对不对 反过来你既然不能先有果 你又怎么因为果而有因 所以说你根本就不能成立你的因果 你还讲什么因果 你讲的都不是因果 你讲的都是一身的邪见度 你先有因 这个因就成了无因之果了 你怎么可能先有因呢 没有果怎么可能先有因 没有鸡怎么可能先有蛋 这很好破 方法多得很在中乱里 还有一亿破 还有因中有果无果破 那破话太多 就早晚把你对因果的见解给你破掉 不是说让我个鸡不去生蛋了 鸡就在那里生蛋 就看我们怎么对他怎么认识了 你要说先有一个鸡 然后才有蛋 那这个因果观念完全都错了就 这叫先有因后有果 反过来先有果后有因 这更不对了 没有因怎么可能有果呢 没有鸡怎么可能有蛋呢 破了因果 其实就把一切邪见给破了 先有果后有因就是先有法身佛性 然后才有众生 众生呢再通过修行正到这个法身佛性 这就是先有果后有因啊 破因果不光是破因果报应啊 就是破这些邪见 就我们的任何见解都离不开因果 这就是无因之果 无因之果就是先有果后有因 这不就把这个本来就有的法身佛性破了吗 你怎么能先有果后有因呢 不可能吧 这很好破 就是你不这么破 你不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说你似乎还得执着 那你就不需要再学那套东西了嘛 是不是 你已经不需要再学了 你学那些干什么的 你学那小生化去干什么 你学后来再让我给你破掉 你不多词一举吗 你不需要学了 你也就清净了 你该喝啥喝啥去了你 既然没有你 你何必还要学佛的时候 你不是断肩吗 没有你 你也可以不必吃饭了 这都落在那一边了 又称了断肩了 我们说没有我是为了破我 不是说真的没有我 这得搞清楚 说没有我是为了破我呀 破了我其实也就破了没有我了 都不要执着啊 这个道理多弄弄就可以了 也没什么太复杂就是 那就是你只要说出来的东西都不对吧应该 说出来的都是错的吧 应该是这意思吧 它是破那个斜线嘛 不要让你执着 你一直要说个什么东西 包括你说个佛法都是错误的 都是不对的 都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可得 但是它并没有具体这么破 它只是这么一说 至于为什么但有言说都无实意 它也没有详细给你分析 你看我们经过破来破去 你就发现真的是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 不管你是谁说的 三法印算不算佛说的这是吧 但是都没有实意都摊不上这回事 这就是但有言说都无实意 其他的也是一样 包括那个毕竟空也是一样 我空法空 这都属于但有言说 你一直要说个什么东西出来 绝对没有一点真实的意思 但是里面的原因我们不好理解 反正愣言经没有详细的破 只是那么说说而已 所以大家该迷惑还得迷惑 光给一句话没有用 说你学个愣言经 你必然要执着常住人心 必然要研究那个如来藏 你一研究就是几十年一辈子 你最后研究了一身的常见啊 这就是愣言经的功劳啊 你不是要你开悟吗 你去开悟吧 如来藏啊 那不是常是什么 难道是生灭无常 不会吧 如来藏不会生灭无常吧 他必然是常住不灭 他不生不灭 非有非无 不可言说 而那这是无法思议这个如来藏 你就学着这些了就 但是现在学愣言经的很多 你也不敢破得太过分 你破了你不是还得了吗 彼岸就是无所得嘛 放下一切执着你就算到达彼岸了 你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执着 你就还是落在佛法当中 还是在这个船上 还是没有下岸就是 彼岸是必须是一无所得 归无所得嘛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无所得就是你最终的归宿 就是那个彼岸 你说这个大道不可言说 你算不算有所得呢 这就是有所得呀 你只说一个不可言说的道 这个道始终都不能没有 没有这就是有所得 那么你始终都会落在这个佛法这个船上 你永远都到不了彼岸 你还是要轮回 还是在枯海当中飘来飘去 佛法就是 彼岸就是无所得 去掉一切执着 但是你想去掉执着没那么容易 谁不想去掉一切执着 但是结果怎么样 结果该执着还得执着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得破 不破不行 光说没有用 光说不知说没有用啊 得破 就中论那过个两三遍 也就差不多了 就没那么多事情了 金刚经说实话 不是太解决问题 他没有想起跟你破事妄想 要破妄想还得中论啊 还得白论啊 其他的都不行 其他的任何宗派都不是干这个的 他都不会跟你这么破妄想 他跟你妄想都来不及 他还会破妄想啊 其他宗派啊 你去学吧 都是给你一个真理佛法 都是给你一个不可思议 力言真实 他能给你破妄想 他可以给你破 他只能把其他的妄想破掉 但是这个死活最终的佛法 他死活破不掉 只有龙树的中观大论 破妄想才会破得这么彻底 才会不会让你执着任何一法 那才能到彼岸 对 放下执着了就可以了嘛 也得摊不上此案彼岸了 一无所得了嘛 到了那个时候 你该喝茶喝茶去了 该上班上班去了 就没必要到这来听什么法了就 你已经大舍大乌了 还听我来哭嗦吗 是不是 没必要的 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但是你要放下执着 不是一句话的事 你没有个几十年的功夫 没有对佛法有点见解 你放不下的 这个很难 你说谁放下了 对佛法有点几十年的功夫 对佛法有点几十年的功夫 对佛法有点几十年的功夫